大家,我有吐槽自家养了盆栽糊活活 自从栽种栽养待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来 没有出现过一个过活的现象 这是出于哪个问题 问题就出于在修剪和施肥这两方面 还有少量的光照 作为盆栽可以给它简单的做修剪 我们栽种一段时间之后 把一些枝条给它横横的修剪掉 比如说这里长出一些新芽 这里这些新芽继续修剪掉这个了 这样它长出分枝多了 它才能够很好的化果 我这盆栽子是给它剪过来一次的 现在这个长次大家看一下 这果子长得特别的多 这些都是一些小果子 等待的就是生长了 还有底部这里 这些都是果子了 这些也快要接出果子了 每一条汁都接满了果子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做横茧 不要不舍得修剪 特别是栽种大概两个月之后的小苗 做横茧就可以了 给它修剪完第二天之后 给它胃肥了 胃肥的话 我这盆栽就是为了一些颗粒状的芝麻饼肥的 就是这种风干腐术 我们的芝麻饼肥 这种芝麻饼肥是一种比较好的养花肥 不单单用在一个五花果 其他的一些本栽植物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较温和的一种花肥 它可以改善土壤中的一些 有益活精 肥力高 肥瘦 极久 用一次的话 基本上肥瘦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的了 可以做一个浅埋的方式埋进去 或者是晶莹来撒到花盆表面 后期是它的浇水 让它的养分充分的散透下进去 根一旦接收到了 它就会长得比较旺的了 而且接触的果汁是特别的甜的 买回来的盆栽糊花果 养护一段时间之后 一定要给它做一个适当的修剪 不然的话 你想要在自家的阳台栽种出过果 比较多的糊花果的话 是特别的难的了 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操作去养护就可以了 同时光照的话就是以散射光为主 不要急射光 特别进入这个夏天 夏天的话急射光的话 最大造成一定的影响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 五花果为什么不过果 甚至过果少 人家就注意在这里 没有修剪施肥 好了下期再见